大家好,我是GameplayHK的Fumi,文仔 我現在跟大家說的是三角至十二,威力加強版 家用機裡面有一個叫軍師制霸的模式 現在說的是其中一場戰役,叫做合肥之戰 首先講講選角方面,因為章鳥始終是一騎兵 大部份我都用槍兵隊去定住 其實我大部份人都要擁有攻城這個技能 而且我所擁有的人,大部份你們都抽卡會抽到回來 抽到卡自然就升少少技能,這些可以幫到大家 不妨做一下,沒問題的 我其中一隊一定是將兵,為什麼呢? 因為將兵我最主要是攻城門 好,最後一隊當然是攻兵 幫手站在後面射一下也好 扣得一百,得一百,幾十,得幾十 選角完畢,我們就正式開始了 嘩,又要聽一段我聽不明白的說話 好,不要緊,開始 好,首先看看陣型,將角放中間 因為盡量我要射走中間的血路 我要一下子攻上城牆,最短時間去過一關 算拳的二萬兵就不用碰你了,待會就會回防 嘩,看到你這點,不是開玩笑 扣得幾十,得幾十 好,中間滿寵已經來了 好,我們先打通中間滿寵的血路 好,掌制也在 照夠吧,攻兵,永遠都是黑槍兵 嘩,駱俊在西邊那邊來了 好,這樣呢 兵已經點好了 好,進入陣,還好 嘩,駱俊很兇 好,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 因為衛球頂住中間的本陣,不讓人打到 就會拿到槽人 嘩,章鳥,章鳥很厲害 因為這一關裡的章鳥實在太兇了 真的太兇了 我平均要三隊才能頂到他一隊 真的不是開玩笑 嘩,竟然有單挑 單挑八爺 眼亮,堆一把東西 很快就完成了,只是送食來的 沒問題的 好 嘩 先不頭籌 讓我斬中一下 應該不太痛 看形勢反彈一下 等我 好傷 給你一點點甜頭 嘩,這樣的陣型 我一下就要搞定你 畢竟都是顏亮 真的 一下就要賣他 真的賣了 拜拜 拜拜 好,單挑贏 其實單挑贏了 我想都是扣千多兵 對,真的扣千多兵 用什麼技法都無所謂 都不理他 照射 嘩 嘩 宣權回來了 當然要射一下駱俊 駱俊槍兵 還有駱俊太多血了 有九千多兵 嘩,又發動技能 好,我左邊 右手邊的援軍 其實已經死了 好,中間我繼續打通那條血路 對 為什麼要打通那條血路呢 我就是為了攻城牆 好,這段時間停一停 我要把華雄直接攻城牆 希望儘量縮短時間打開城牆 嘩,那個城牆很難點 那城牆 OK 好 而我將兵當然要打爆他的據點 因為打爆他的據點 用城牆比較容易爆 好 其餘看到四隊在左邊 當然要射駱俊 因為駱俊還有六千多兵 我怕他們將將鳥落到來的時候 未必定得住 好,開始 嘩,三千 駱俊 千 一千 九百兵 嘩,獸皮 好,這時候我射完之後 看到張鳥到了 好 要在這個洞裡頂住 不讓他碰到本陣 千萬不要碰到本陣 前衷盡 好 古墓之策 希望扣他多點血 讓他頂住 好,你看到張鳥的時候 你看我們的技能 什麼都要用 技能進出 沒有了 好 當然要射完那五十幾隻騎兵 好,完成 好,我專心對付張鳥 同一時間上面的陣 具點 差不多打爆了 不要說 不要說 好緊張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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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繼續 好 帳兵佔據了陣 之後 我上面的城牆 你看 只剩下多少 七百幾 沒什麼打過 好,帳兵幫手打了城門 其實理論上 我攻陷了具點 就應該完成了 好 我好怕張鳥射到我本陣 糟了 好,張鳥輸了 輸了 張鳥敗走 好 然後剩下一隊理點 不要說太多了 四打一 大家都知道賽哥會是什麼 好 先搞定他 好,完成了 在這段時間 張鳥應該會在 左上方 衝出來 當是一隻援軍 這樣衝過來的 但這時候不要緊 我那四隊 只求擋 不求殺 在上面擋住 那我城牆 你看到嗎 只剩下四百幾 只要我攻陷了城牆 在五百個回合 我就會拿到蘇柔 他的火計很厲害 智力太高 沒辦法 好,來了 張鳥來了 好 在左手邊的巨點 那條通道頂住 就可以了 如果我打倒張鳥之後 張鳥會在 他的本陣 出來 到時候我的巨點 更難打 而且在五百個回合 根本是打不低 張鳥 和過不了關 所以我一下子 直衝上 打倒的巨點 就可以很輕易地 拿完這兩個人 蜘蛛人 和蜘蛛人 和蜘蛛人 獎祭 無補於是 出迷這些技能 都很浪費 好,二千 好 據點沒有了 好,完成 這樣就完成了 這一關 好,多謝各位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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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